感恩罗台长 我姐姐的列帐她自己背 我叫王友达 我今天是为我姐姐王邪兵问世 她是属狗的1958年出世 1958年属狗的 她有长期精神分裂症 忧郁症 最早的时候是忧郁症 58年属狗的是吧 是 她经常嘴巴里说 好像说很恨一个人 恨恨她 经常的脸怪怪的 不过她现在已经是基督教 她以前是佛教幻音的 现在基督教 她去加尔丹念书的时候幻教 哎呦麻烦 她的兵是不是有跟 对其他的宗教呢 台长不敢多讲 我想呢 你要跟她沟通好 如果她在信佛教的话 叫她求南京菩萨 南京菩萨 这个南京菩萨 这是在我们观音堂里面有的 就在雅加达观音堂里面 这个南京菩萨呢 她在天上 她是专门就是管那个 各个宗教转换的 她是管这些的 还有各个法门转换的 都是南京菩萨 她全世界都管这个的 你求她之后 让她继续修回佛教 很快就好了 她这个病其实 我看她这个病 其实就是灵性 而且呢 我不敢讲 因为她已经惹到 西方教的灵性了 我不敢不想讲 就是她里面的灵性 是外国人 对对对 我看到是一个戴帽子的 听得懂吗 除了那个念 我就讲给你听一句话 你就知道了 她很喜欢 那个西方教的一个 就是我们讲牧师啊 就是她很喜欢的 她帮人家背了 那么能不能那种灵性赶走 赶走 我才不帮你赶呢 自己念经 我赶了人家找我了 没有想办法 赶了我晚上怎么办 对不对啊 我已经晚上经常被灵性跑过来 这个找我 那个找我的 你要自己念经 求南京菩萨 转换 听得懂吗 怎么念法呢 然后你再念小房子 大概要念65章 65章 才能把她慢慢请走 不能赶走的 明白吗 对 不要吵架 跟灵性不能打架的 对对 跟灵性打架 她搞死你啊 因为她在暗处 你在明处 她搞谁了呀 听得懂吗 另外要不要放声 啊 另外要不要放声 放声哟 一千八百条 一千八百条 我看看啊 这个姐姐是惹了灵性的 他们有一次在做 礼拜也不知道做什么 有人当场就是抽筋啊 就是灵性上升了 她在边上大概帮人家是做 这种不知道什么东西的 她在帮人家做 做了之后 她好像很慈悲人家 很心疼 结果就上她身了 你问她有没有这个事情了 她上了 脑子上 她已经在这身上了 她以前好像有穿过车 穿过大树 那车穿过大树 还有掉在水里面 花川的时候 掉在水里面 哎 你要就是像这种灵性 在身上 叫她做什么都会的 叫她自杀都可以的 很厉害的 听得懂吗 嗯哼 她想过自杀 她最近有讲这句话 看见了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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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自杀了 不过最近她说 要再换宗教 啊 她还要换宗教 换那个 回教 她还要换回教 可能她的病不能够好 那我再给她介绍一个教吧 好吧 有一个教 大家都 这个会员特别多 全世界都是她的会员 睡觉 好好修了 不要这里看看 那里看看 这个人谈谈 那个人谈谈 一门津津 听得懂不了 到时候没人帮她 听得懂吗 上帝求上帝 上帝帮你 求菩萨帮你 都是一样的 听得懂吗 但是你要选好 不要这个帮帮 那个帮帮 明白了吗 好的 谢谢老太 好了 好好求南京菩萨 到观音堂去 好了 谢谢 谢谢